外人来到纽西兰 他们办学也张开双手欢迎 像是奥克兰最大的商业学院 全校有九成都是国际学生 那么其实校长就是一位 有丰富从商经验的台湾人 纽西兰是海外留学的热门地点 这个移民国家校园里 就是个小联合国 你从哪里来的 草地上夜餐13个学生 就有12个不同国家 全校一千多名学生 有九成来自海外 这间奥克兰商学院 是台湾人办的 可以讲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 是正式有bachelor degree 也有master degree的 是我们由台湾移民出来办的学校 所以这我们也深以为傲 学校执行长吴亦龙 过去曾在台湾做鞋类出口贸易 移民纽西兰已经26年了 他们是第一代台湾移民 因为我们都学有专长 而且都有一些财力的背景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这一代的新移民 能够从事一些 更高层次的一些事业 所以我们就想到 教育事业是一个很不错的事业 这所学校的前身 是一间语言学校 1990年 由三个美欧国当地人开办 Richard是创办人之一 创校后隔年 包括吴亦龙在内的台湾人就加入了 到现在九个股东里 有八个都是来自台湾的新移民 要跳脱语言学校格局 1993年 他们搬来这片校区 这栋建筑可有历史了 因为以前是妇产科医院 所以它这个电梯 需要有这个病床可以推得进去 哇 所以它的那个size不一样 对 这个长方形的 这是以前是一个医院 我们的股东 大家还觉得可以买 因为是妇产科医院 是迎接新生命的 那原来这个主楼是医院 这个是产房 后面那个三层楼是护士的宿舍 那现在变成学生宿舍 把迎接新生命的产科医院 改造为座育英才的校园 从语院学校发迹 拓展成千人规模的正规高等教育学校 这一路走来 无以龙 兢兢业业 You make the decisions Yeah I mean I have students coming to me all the time asking me saying What do I do And I say Well it's not for me to actually decide You need to decide that You need to be in control of what you want to do 我们跟纽西兰的移民政策 也很有关系 学生来这边念书 念完了之后 他可不可以申请 New Zealand Permanent Residence PR 这也是很有一个关键的 所以我们学校就是要适应 国际的情势的变化 然后纽西兰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改变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要小心谨慎的 对内他们要通过 纽国教育部评鉴 争取学校升格 对外更要掌握市场 站在国际情势的浪尖上 后来碰到刚好纽约911 恐怖攻击 那时候美国留学的门就关起来了 那suddenly我们的学生 突然之间就暴增 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学生 但是又碰到2003年 非典那个SARS 所以学生的人数又下来 就跑到只剩下7800 所以学生的人数起伏 跟世界其他的国家的很有关系 一间学校就是一家企业 因应局势而变化才能生存 海外的学生进来比较slow down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开发本地市场 不断地去调整 对对的 当然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也要相应地来做一些人事的一些调整 怎么样子能够开源节流 所以我们就是说 华人在台湾有这种样子的过去 从那种中小企业走过的这种经验 所以我们把这种经验带到了我们这个教育事业 吴亦龙的台式经营 使他们对时局敏感 能迅速调整体制 搭配纽国本地教育团队专业 让他们成为全纽西兰最大的私人大专学院 我们有很多学生来的学生 who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discussing and wanting to know business practices,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marketing practices and how we actually deliver those in a global market 我们知道 how to manage the campaign and we got hands-on experience we got lots of industry connection field trip to learn about that so upon graduation I'm ready to work with interacting with the professors the students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her people that come here and excel all that 来自世界的学子在这里教会 台湾人办的学校 从管理教学团队到校园氛围 都体现了这个移民国家 最多元的风貌